大家好,我是懒爷,今天来聊一聊导致千亿医药股,长春高新跌停的三大传闻,以及作为基金投资者的我们,如果自己持有的基金不幸采雷的长春高新又该如何治救?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,长春高新被市场誉为医药股中的茅台,市值接近2000亿,截至今年6月30日,有1543只基金产品持有长春高新,市场市值高达560亿元,前四大流通股当中更是有中央汇金、社保基金等民信基金公司,可以说是典型的机构抱传高价股。 就是这样一支优势百卖5,在没有任何突发利空消息的情况下,9月14日早盘高开低走,90分钟的时间重挫9%,针对股价的异动,长春高新五间对此回应称,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,当然市场并不满胀,下午开盘快速峰值跌停,盘中更是出现一笔高达2.77亿元的7000手大卖单,全年成交额超过58亿元,量能创下两年多来新高。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长春高新到底发生了什么?市场有三大传闻, 以使公司在12月份将有超过6000万股解禁,占公司总股份比例余为15%,解禁市值近300亿元,不过市场中很少有千亿市值的上市公司,因股票解禁导致跌停的,而临近解禁还足足有三个月时间,不过市场中到经常出现因清仓减值导致股价动作的,例如9月9日,控股股东宣布减值25%的亚光科技,第二天股价开盘直线跌停。 第二个传闻则是,机构抱团的白马股开始瓦解。长春高新股价从2016年至今,四年的时间涨幅接近10倍,池塘基金数也从原来的16家飙升了1543家,不过近期机构抱团的白马股开始出现分歧,一要白马骗的眼王,大家为海天位也纷纷中错,因此也有传闻称,在该股获利破风的机构借股票解禁,砸盘出户。 今日盘中出现一笔高达270级元的7000手大买单,也可以看出是机构在大量的抛车筹码。但要说是,导致今天跌停的持绩原因还是有些牵强,毕竟基金也是有业绩排名压力的。 第三则传闻则是,生长期数销售不及预期,受疫情影响,暑期线下营销疲软,公司线下营销受到很大的影响,历生首次区月出现下滑。 有传言说,公司核心的生长技术业务下调了明年的利润预期,从35%调低到了25%,生长技术为什么对长春高薪这么重要? 有人说,茅台是赚男人的钱,华西是赚女人的钱,而长春高薪赚的是儿童的钱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长春高薪旗下有一家下金蛋的金塞药业,上半年赚了25.35亿元,占整个上市公司营收的65%。 为什么说它是一颗金蛋呢?因为金塞药业有一款核心的产品,生长技术不是给植物水果打的生长技术,而是给小孩打的。 帮助小孩长高的生长技术,你说你作为家长,你给不给孩子打?毛利率高达88%,要知道作为流动黄金的茅台,毛利率也才有91%,而且还供不应求。 即便受疫情影响,大家出门不变,销量受了点影响,但作为高毛利率的钢学产品,依旧能借助庞大的生长技术销量长成巨人的样子。 但这个巨人今天腿部被卡了一刀,看样子还没有止跌的迹象,从盘面上看,上面三层传闻都不像直接导致今天暴跌的原因,不知道是不是受之前长春生物影响, 毕竟是长春高新当年低价卖的,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查一查。 接下来聊一聊大家最感兴趣的内容,如果自己持有的基金不幸采了长春高新,是该走还是留? 毕竟市场当中有1500多只基金持有长春高新,整个基金规模高达3万亿元,其中41只基金产品,只有长春高新占净值比例超过9.5%, 广发科技尖锋,中欧医疗,广发创情,三资基金,位居长春高新,前十大流通股,今日一天的损失就高达1亿元。 针对今天的暴跌,不少基金投资者损失的可是真金白银,面对这种情况,是该走还是该留呢? 我们今明需要先判论一下,这个雷到底有多大? 如果类似于长春生活那种,影响公司生死存亡,三十六期走位上市,其次我们要看彩雷的股票,在基金当中的仓位占比,如果未超过5%,那么对基金的净值影响不是很大,可以不用管它,如果超过5%就要引起注意,彩雷基金重商持有黑天鹤产品,投资者更要慎重考虑是否应该输回,比如高风险批准上比例超过8%,甚至达到5%,而且世界影响可能非常大,对于上市公司或许有致命的,那么为了避免被踩大,投资者可以选择输回, 如果只是清仓持有甚至低于1%,则不用过于紧张,再来就看基金的规模,如果基金的规模不大,10亿以内,基本也不用管,比如5亿规模的基金,采雷股票占5%,也就是2500万的市值,只要盘子不是太小,很容易在市场上能抛走掉,同时还要看采雷股票的流动性,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股票信息栏中的流通股贯助率每日成交我得知,如果这个股票的流动性比较差,股价是基金爆炸推上去的话,这个就会比较麻烦,出出之后大家都在抛走没人接盘, 是很难跑出来的,最后就是实际的问题,目前多数投资者都是根据基金的记报来判断持仓,如果基金的记报距离现在已经接近3个月,基金公司很可能已经对其进行了调伤,投资如果此时选择出困,很有可能发生挫杀的情况,一般是黑天鹅事件会造成市场的极端反应,出现大幅快速下跌,甚至出现连续的跌停,但跌过头之后变成微型反弹,如果事件本身不会改变公司的基本面, 并且公司能够及时反应处理得到,其实反而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介入机会,这对于重商基金来说,影响社会不同,所以针对此时长征高线的暴定,我们需要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,才能准确做出下一步的判断。 好了,这期内容就到这里,如果喜欢我的内容,欢迎点赞评论一键三连,我是蓝一,我们下期见。